阿三钻进了搅拌机当中,打开开关后,搅拌机就旋转了起来 阿三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,难道阿三在里面不怕发生什么意外吗? 就这样,在这里转了大半天的时间,阿三已经有些头晕了 阿三看起来确实有些太闲了,经常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木板上绑了几个轮胎,然后就把它放在了水里 原本打算用它当做一艘船,它的效果看起来倒是挺不错的 不管在上面怎么折腾都没有任何问题 本来又拿来了几个灯泡,锅里的油已经烧开了 把灯泡直接放进了油里,能够看到灯泡有的已经碎掉了 这才能看出阿三到底是有多么闲 这种行为就好像会传染一样,这不这兄弟俩就拿来了大量的巴克球 这就是一颗一颗的磁力小球,拿着塑料板把巴克球给切开 切成一片一片的,就好像是切黄罐一样 开始把巴克球摆在地上,不知道想要干什么,摆得越来越大 原来打算用巴克球做一张地毯,看这可真的是太麻烦了 还没等老外热乎够呢,就往上面扔了一个铁球 把下面的巴克球都给吸了起来 拿着铁球在上面滚来滚去,把辛辛苦苦做的地毯一下子就给弄坏了 谢谢大家